姐这样的行不行 说句 行还是不行 她不好意思回忆了 亮哥 要了我会不要 不要 李亮还害羞了 李亮 你要找什么样的 姐这样的行不行 说句 行还是不行 她不好意思回忆了 你去亮哥 李亮嫁给我妈 姐不来了 亮哥亮哥别装了 我真的带你去找老婆 或者我们坐这边去 这个带你去哪里找老婆 去陕西 找个三百姑娘 有没有自信 姨姨 有啊 我告诉你哈 今天 等下午不用来这里打包了 去把头发离一顶 你个帅气的发型好不好 这样才有自信出门 知道啊 可以吗 听姐姐的串 好 以前是从来不开口的 现在终于开口了哈 说到有老婆找 男人都乐意 哈哈哈 哈哈哈 是吧 好 希望你真的能找到一个老婆回家 那就是你妈妈 真的是 大功人了 亮哥 你妈妈同不同呀 我妈抱孙子 你妈妈想要抱孙子 是对的 因为你都三十多岁了 我不知道你家条件是哪样 可以 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 有几套房的 房子是别墅吗 是 哇塞 他家房子是别墅 这么好的条件 只是嘴巴不爱说话 我们就换一个房间 在永福不好找的话 我们到陕西去看一看 是不是 是 是 就是 万一能真不成功了呢 什么家里有别墅是不是 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这种 条件是没得说哈 就是喜欢 那种不由酒滑舌的 我觉得找他还是可以靠谱的哈 那个 站一下起来 看一下你多高啊 我告诉你了 其实他挺高的哈 我都在靠谱这里 我好 我要掌个高跟鞋 就是你看 真的 身高啊 什么身材啊 都没得说 你站过来 真的 你看 他的身高什么都做挺好的哈 就是缺少一个 陪在身边的女朋友 是哈 今天 明天出发了 我们就努力一下 好不好 好 我们多去那个村里面逛一逛 你是男的 不好意思开口 姐给你去多打听打听 行不行 行 记得我跟你刚刚说的话了没有 去把它整理好一点 好不好 好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 明天就出发 陕西 拜拜